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提前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他们好多人跟我讲 你看苹果刚做了发布会 你要学会蹭热度 我其实想我一普通发视频 大家不足又没有接苹果的商务 也没什么热度好蹭 就失忆一下 失忆一下 14 Pro 好了 今天讲的是 这个公积金贷款全家捅的事 此话怎讲 最近有20多个城市 先后出台了公积金贷款相关的新的政策 可以说是一种放宽的政策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直系亲属之间 可以提取公积金 或者是用公积金为对方付房款 或者是还房贷 就是说你的直系亲属 比如说爹妈父母子女之间 这种亲兄弟姐妹之间 拿过他们的公积金来 直接用来付房贷 还个贡 这样的话 其实公积金的使用途径 范围就更广了 不得不说 有很多的政策的创新和突破 现在非常快 有些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关于公积金这个事情 我们稍微展开聊一下 原来大家知道 有专家说要掏空六个钱包 其实现在想一想 六个钱包之外 还有六个 理想的说 如果说你找了一个对象 你们两个人都有公积金 你们的爹妈都有公积金 这不正好吗 又多了六份公积金 可以拿来买房 所以在这个开玩笑的讲 结婚要门当户对 找对象为什么 先问你全家有没有公积金 但这个政策可以用得上 所以就像我们这个视频的内容来讲的 我是想起了张楚的一首歌 叫做上仓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现在看上仓得优先保佑 有公积金的人民 他们可以有更高的购买力 用来还房贷 其实 玩笑归玩笑 公积金这个大池子 各个省份都在盯着 各地都在想办法 这里说两个点 首先公积金 虽然公积金的贷款 也是从银行办的 并且也要往银行还 但是各地是有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它属于一个各地缴存 各地政策会灵活 它不像金融机构 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 直接是统一的垂直路线 相对灵活空间会更大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有20来个城市 已经先这么执行了 这其中大概有哪些像什么 珠海 秦皇岛 潮州 苍州 赣州 等等 各个省份都有 这里面又牵扯到第二个点 其实各地 它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和使用情况是不一样的 就有些城市可能较存额比较高 但是使用额比较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越是流动型人口比较多的 或者是年轻人比较多的城市 它可能较存额度会相对要高一点 或者是以国企这种单位构成的经济为主的这样的城市 它相对来说较存的比例 较存的这种人数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由于很多人在这样的城市 他没有购房的资格 或者说他首付拿不出来 所以有很多的有公积金的人 他就暂时用不上 一定时间内 你可以看这个城市的公积金余额会相对高一点 那么相反了 就是存钱缴这个的人多 同时呢 这个购买力也有相对还OK 凑够首付的这批人 同样这个重叠度越高 就有钱的人和缴公积金的人重叠度越高的城市 他的这个公积金的使用率就越高 你比如说像什么南通啊 合肥啊 等等这些城市 他们的公积金使用率就相对要要高很多 百分之一百 甚至超过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大家去分析的时候 你看一个城市 他不是说这个城市一定是越发达 他的公积金使用率就越高 比方说一线城市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正规的鞋是给交五线一金的 但是这些年轻人未必能买得起 这个首付的门槛很高 或者说他刚去啊 脚存的年线需要存很久 才能有机会用上 其实公积金这个 这个设立的初衷 还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去解决购房的需求 所以呢 它是有普惠性质的 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也低 这是用到你本人 那么回过头来说 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全家桶 是吧 大家都可以直习亲属之间共同使用 我脚存的那一点 是吧 玫瑰脚那一点 账户里那一点 和脚存年限太有限了 我自己拿来去贷款 也贷不了多少 但是我可以给你用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六个钱包之外再凑六个 但同时呢 公积金的基本面 我们刚才提到了 有很多人缴了 未必用得上 比如说它异地 工作调动 或者是 我要发展的这个城市 未来我没有打算要定居 等等这种 我这里还只是说 缴了供积金的 其实能足额无限一金的 这种从业者 目前看总体上还是少数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有很多人其实没有机会去用它 那么这个池子各地来说 要盯上它 是因为其他的来说 楼市需要资金 尽可能多的掉拨各种各样的资金 去激励这些资金 这些资本进入楼市 那么公积金来说相对是最为直接的 不管这个池子大小 虽小也是肉 好歹这也是一笔钱 所以要把这个充分的调动起来 就使用这种什么呢 一个人的信用 背书可以用一家的 反正你们是知情清楚 相对联系要紧密一点 这样就把那些剩余的 其实常为理论 相当于常为理论 这个长长的公积金 储蓄的尾巴上 那些没有用到的钱 也可以连起来用 当然 这个池子其实毕竟有限 因为还是那句话 大多数人他没有享受到 公积金购房的这种优惠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 这其实也是加速了一种楼市 就是购买力的分化 当然现在这种分化 我认为关联不是那么大了 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为当年在楼市快速暴涨的时候 有公积金 并且有足够的公积金 矫存年限又够的人 他享受了优惠的利率 相对低的购房门槛 应该说压力也小一点 所以上车的就走 买的房子可能就会大一点 这是一个方面 陷入这个楼市现状下 公积金的造成的这种差异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 因为大家其实去 加杠杆的这种意识 已经小了很多 有公积金的 未被买 当然了 我前面好几期 有一期讲到 号召当地的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 来购房 是吧 买了一套买两套 买了两套买三套 那个事 包括武汉的那个鼓励 这品是有公积金可用的 顺便提一句 当然顺便 说到这里 也推荐一下张楚这首歌 刚才讲过叫上仓宝又吃饱了饭的人民 我把它变了一下 作为本期的议题 在文章里我推荐的是许薇的故乡 这首歌也非常好听 喜欢许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而且它有个分水岭 我这里有的时候想起来推荐音乐 多聊两句 这个分水岭是什么 许薇这个人曾经创造了大量景点的歌曲 从执着开始 是吧 我的秋天 到故乡那一年 等等等等 一直到后面 好像蓝莲花 什么自由 那首歌 才火起来 才最广泛的火起来 每一次我认为它一定该火了 它忘了火花又沉寂下去 哪怕它在05年搞过那个工体的演唱会 这是一个很传奇的歌手 那么优秀 当然 它的路线开始变得妥协和通俗的时候 它才开始真正的火 从这个角度 好像汪峰的那个飞得更高 和什么勇敢的心 也是一样的路子 我对这两个人都推荐他们 最出火的时候 或者比较年轻时候作品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 触动人的内心 这里多聊两句 我稍微插一句 下一期 很多朋友说这个推荐萨米尔森 或者是相关的书 我总是去 以为我自己提了很多次 关于萨米尔森的理论 但是忘了提这个人 所以在有的时候在录视频 都说莫认为我已经推荐过了 接下来找机会推荐一下他 还有他学生斯利格里斯相关的书 我这里先预报一下 谢谢大家 再次祝你 愿大家中秋节快乐